大家好,我是葛晨 今天是美国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全国放假,股市休市 在美国只有三个人享有这种殊荣 另外两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 马丁·路德金1929年1月15号生于亚特兰大 1963年8月28号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 1964年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 这是影响美国历史的非常著名的法案 他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非法行为 1968年4月4号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被一名刺客开枪射杀 年仅39岁 丘吉尔说那些无法向历史学习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我相信如果马丁·路德金今天醒来 他会赫然发现那些在美国国会闹事的人 竟然还是打着虚弄中联盟棋的那波白人 竟然还是歧视黑人的白人至上主义的那波白人 竟然还是在中国人修完铁路之后出台排华法案的那波白人 竟然还是反对妇女投票的那波白人 竟然还是排斥和贬低犹太人的那波白人 竟然还有华人和黑人和这些人站在了一起 感觉马丁·路德金将会一脚踹开棺材板 他怎么又搞成了这个样子 文化上的种族歧视和制度里的系统性的歧视 从来就没有销声匿迹 从来都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2021年1月的三个星期三 注定都将载入美国史册 1月6号星期三美国国会叛乱 1月13号星期三二次弹劾特朗普总统 1月20号星期三新总统拜登宣誓就职 下一个星期三会不会也是黑色的星期三呢 拜登会不会有危险呢 美国国防部官员已经开始预防这件事了 截止到今天呢 首都华盛顿的国民卫队人数 已经增加到25000人 这个数字呢是至少参加以前总统 就职典礼军人人数的两倍半 现在这25000军人也将面临严格审查 国防部官员担心 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负责 维护安全的军人可能会发动内部袭击 或者产生其他的威胁 美国陆军负责人麦卡锡警告指挥官们 在就职典礼来临之际 要注意军队内部的任何问题 麦卡锡说呀 我们正在不断的审查这一议程 并且呢要对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个军人 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审查 其实啊911之后的几年里呢 内部威胁一直都是执法部门的首要任务 而针对拜登就职典礼的威胁 是来自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 极右翼的武装分子 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的激进组织所煽动的 在追诉暴乱上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任何被发现参与了1月6号国会大厦袭击的人 包括国会议员都可能被刑事起诉 30名民主党人写信给国会的警察局长还有参众两院 敦促调查 1月5号就是国会大厦预袭前一天 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促成了可疑行为和介入 那这封信是由前海军飞行员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的众议员米基·谢里尔带头发起的 他曾发布了一个视频 他说他亲眼所见 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带领一些人提前在国会大厦踩点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也呼吁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袭击事件 共和党议员参与暴乱已经开始在调查当中了 但是呢现在有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 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参与和组织了暴乱活动 那这个分析呢是这样来的啊 我们来看看就是为什么和他的竞选团队产生联系了 1月6号集会申请人士女性支持美国优先组织 这是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非盈利组织 他们申请了在白宫附近举办的拯救美国的集会 后来呢演变为骚乱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颁发的公共集会许可证当中 列出了6个申请者的名字 他们是这次活动的组织人员 就在前几周 特朗普竞选部门向这几个人支付了数千美元 我们来看看这次国会暴乱活动的组织者到底是谁 到底跟特朗普总统有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申请者之一 梅根·鲍尔斯他是1月6号活动的两名运营经理之一 他也一直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运营总监 毫无疑问这个人是特朗普总统的人 申请者之二 资深共和党筹款人卡罗林·雷恩 在许可证中呢被任命为VIP顾问 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显示 在3月中旬到11月中旬期间 特朗普总统公司每月向他支付2万美元 在竞选期间呢 他是特朗普胜利这个组织的全国财务顾问 这是总统连任竞选 和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之间的一个联合的筹款委员会 妥妥的 这也是特朗普总统的人 申请者之三 特朗普总统前高级助手米克·马尔瓦尼的侄女 马吉·马尔瓦尼被列为VIP领班 他曾经担任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的财务运营总监 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财务记录显示 马吉·马尔瓦尼每两周从特朗普的连任竞选活动当中赚5000块钱 最近的一笔收入呢 是来自11月13号的竞选委员会 国会骚乱事件 促使米克·马尔瓦尼辞去了特朗普总统派驻北爱尔兰特使的职务 肯定这也是特朗普总统的人 申请者之四 叫贾斯汀·卡波拉勒 卡波拉勒作为这个活动的项目的经理呢 被列入女性支持美国优先组织的文件当中 根据联邦财务委员会的记录呢 卡波拉勒曾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高级助手 在2020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 他都在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工资单上 最近呢他每两周拿7500块钱 根据竞选财务记录 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在2020年 向他的活动策略公司支付了130万美元的视听服务费用 妥妥的这又是特朗普总统的人 暴乱活动申请者之五和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 叫汉娜·塞勒姆 她是这次集会的物流和通讯的运营经理 2017年呢她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咨询公司 担任了三年的白宫高级新闻助理 根据她的公司简介呢 她自称为特朗普总统最引人注目的活动 执行媒体策略还是特朗普总统的人 暴乱活动申请者之六 是美国极右翼团体查党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来自和特朗普总统一个竞选财务委员会有关的 一个弗吉尼亚的组织 也是特朗普总统的人 这份申请文件的这件事说明什么呢 一 特朗普总统说这些人不是他的支持者 这是不对的 二 说这些人不是他团队中的人 也是不对的 三 说这次活动是来自支持者的草根活动 这也是不对的 四 我想第四就应该留给FBI这些调查执法部门了 当然也可能在未来的政治博弈和政治交换当中 这一切都归于平静了 现在特朗普总统不仅否认了参与暴乱的支持者和他有关 同时也通过他的竞选团队的发言人叫霍根吉德利 发表了更进一步的否认说法 来自特朗普总统的最新说法是什么呢 他说呀选举欺诈的指控都来自顾问和律师 特朗普总统从来没有编造过这些事情 吉德利在谈到特朗普总统竞选失败之后 愤怒的核心问题 选民造假的问题的时候 特别强调 特朗普总统从顾问那里得到了这些信息 他们告诉特朗普总统 他们有某些证据 吉德利强调说 这是我知道的 或者这是我被告知这样说的 总统并没有编造这些事情 这是最新的特朗普总统的花式甩锅 这事他也不认了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最近几天的一些花边 和此事有关的一些事情 1月20号上午 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 特朗普两个人将会以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身份 离开白宫 但是他们不会在此之前按照传统来邀请拜登夫妇参观白宫 这就打破了美国最持久的一个权力移交的象征性的仪式 白宫的首席英兵员叫蒂末西哈列斯将会代表总统夫妇来迎接拜登一家 各位这蒂末西哈列斯是谁呢 他是特朗普总统酒店的英兵员 后来呢就被调到了特朗普在白宫的首席英兵员 你看看啊 他不仅把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安排在白宫 就连他自己酒店的英兵员也安排在白宫做英兵员 那么到了就职日的下午呢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参加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一个竞线花圈的仪式 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也都会一起参加 现在呢拜登夫妇的大部分的私人物品已经被搬进白宫 然后呢已经开始拆包了 整个白宫呢将会被彻底的清扫 除了定期的那个清洁之外啊 白宫还特别和外部的承包商安排了更深入的清洁协议 以应对可能滞留的任何细菌 无论是新冠状病毒还是其他的一些类型 各位搬迁的重点啊来了 主要是在白宫的这个主卧室 据说呀拜登夫妇呢是在同一间卧室安排他们的新床 新的床垫啊这是标准操作程序的一部分 而以前特朗普夫妇呢是分开床来睡的 据说特朗普的卧室呢在前几届政府当中啊 都是其他总统的书房 成了这个特朗普的卧室 你看这风格从睡觉的地方就已经不太一样了啊 还有一件事是和特朗普总统有关的 很有趣啊 伦敦博物馆呢已经决定把一个特朗普总统的气球娃娃 当成自己的收藏品 目的是什么呢就展示啊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访问伦敦的时候 遭遇了空前的抗议浪潮就要捕捉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这个娃娃呢是一个尖叫的 然后呢一头黄色的头发 然后拿着一个智能的小手机是吧 就这么一个恶搞的这么一个特朗普的巨型气球娃娃 所以呢 已经成了这个伦敦博物馆的仓品 另外一件和特朗普总统有关的趣闻 1月20号不是拜登的就职典礼吗 人家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在网上为特朗普总统搞了一个虚拟的2021就职典礼 现在呢已经有64000多人报名参加了 我也报名参加了 不过呢parler啊现在当机了 然后呢我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还去哪里搞这个虚拟就职典礼了 现在这parler也很热闹啊 他的技术总监马蒂泽 他的媳妇呢据说是在旅行中认识的一个俄罗斯女孩 身上经常穿一件T恤 上面写着这么一行字 相信我 我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间谍 而parler的投资人今天也被曝光了 他名叫利贝卡莫瑟 是一个亿万女富豪 他的父亲叫罗伯特莫瑟 这个家族呢 是特朗普总统和班农的长期政治捐赠人 也是他们这个家族把班农介绍给特朗普总统 而且他也是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重要成员 同时这个家庭还参与了英国脱欧的右翼行动 这个家庭还参与了英国脱欧的旅行动 这个家庭还参与了英国脱欧的旅行动 这个家庭还参与了英国脱欧的旅行动